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操作系统 在这一小节中 我们的重点是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操作系统 以及操作系统有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在这里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 同学们 在我们选购电脑的时候 通常最关注电脑的哪些信息 是不是我们要关心的是 CPU有多快 内存有多大 硬盘有多大 等等等等 这些硬件相关的信息 对吧 那现在老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同学们 如果我们有了这些硬件之后 能够让电脑工作吗 应该不能 对吧 来同学们看一下笔记下方这句话 没有安装操作系统的计算机 我们把它称为裸机 什么又是操作系统呢 相信同学们都知道 我们买了电脑之后 首先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一个windows 对吧 安装个wind7 安装个wind8 安装个wind10 或者安装个xp等等 但是我们都要安装一个windows 对吧 所谓windows啊 它实际上就是操作系统的一种 注意啊 windows只是操作系统的一种 除了windows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的操作系统 那现在我们先以windows来举例 大家看啊 操作系统第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啊 它呢就是可以直接跟这些硬件打交道 哎 有同学会问啊 为什么操作系统跟硬件打交道 而我们不直接跟硬件打交道呢 哎 同学们接着看笔记下方啊 如果在一个裸机上 所谓裸机是不是没有安装操作系统的电脑 对吧 在裸机上想要运行我们编写的程序 就必须用机器语言来编写程序 操作这些硬件 那什么又是机器语言呢 哎 在这里老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同学们 我们小时候有没有听说过 计算机就是零和一 如果要操作计算机 就得通过各种不同的010101来操作电脑 哎 这个各种不同的0101的组合 就叫做机器语言 我们通过机器语言呢 就可以操作CPU怎么工作 内存怎么工作 以及硬盘怎么工作 但是同学们试想一下啊 如果程序员每天都在写0101这种数字 来操作电脑的各个硬件的工作 是不是既枯燥又乏味 没有任何的乐趣 对吧 那怎么样能够让程序员从这些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呢 哎 操作系统的作用就体现了 操作系统最重要的作用啊 就是跟硬件来打交道 由操作系统告诉CPU该干活的 由操作系统来查找内存的数据 由操作系统来从硬盘中加载文件等等等等 这些工作啊都是由操作系统来做的 同时操作系统还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啊 就是把跟所有硬件打交道的这些工作啊 封装成了一个又一个系统调用 那什么是系统调用呢 所谓系统调用啊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方法 简单的 哎 CPU你干活 下面他就会把这个系统调用翻译成对应的0101 这样呢 就可以让CPU做一个加法的运算 或者做一个减法的运算 这个就叫做系统调用 那有了系统调用又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你们来看啊 作为程序员是比较开发各种各样不同的软件 对吧 在开发软件的时候 如果操作系统提供了不同的系统调用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来调用操作系统提供的这些方法 而不再需要跟0101这些枯燥的数字来打交道 这个就是操作系统提供系统调用的作用 那现在老师给大家小结一下啊 操作系统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直接控制各个不同的硬件进行工作 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把操作硬件的这些方法啊 封装成一个又一个系统调用 供其他的成员直接访问 这样呢能够简化成员的工作 在这里啊 老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假如我们硬盘上有一首好听的歌曲 那么如果作为用户想要听这首歌曲 通常我们是怎么做的 是不是在windows上安装一个音乐播放的软件 然后呢 我们打开音乐播放软件 来查找歌曲 然后呢 点击播放就可以欣赏音乐了 对吧 那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啊 如果没有操作系统 单纯这些硬件是怎么工作的 老师呢 给大家写一个简单的示意 注意啊 当我们想要播放歌曲的时候啊 第一步我们需要把存放在硬盘上的歌曲 从硬盘上读取出来 加载到内存中 来这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老师写一下啊 将歌曲文件从硬盘加载到内存 加载到内存之后 紧接着呢 我们要对音乐数据进行解码 而要解码啊 我们就需要让声卡来工作 来老师再写一下啊 第二步我们是使用声卡 对音频数据进行解码 然后呢 第三步啊 我们再将解码后的数据啊 发送给音箱 哎 这样呢 用户才能够听到最终播放的音乐 现在同学们来想象一下啊 如果我们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先写一大堆0101 从硬盘上把歌曲加载到内存中 再写一大堆0101 让声卡对内存中的歌曲进行解码 解码之后呢 再让声卡把解码后的数据 发送给音箱 用户才能够听到音乐 是不是就太繁琐了 那如何简化这个工作呢 哎 操作系统啊 就把对硬盘的操作 对内存的操作 对声卡的操作 全部都封装成系统调用 而程序员在开发音乐播放器的时候 只需要通过这些系统调用 从硬盘加载歌曲 然后进行解码 最后播放就可以了 这样程序员的工作 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大大的简化 好 讲到这里呢 老师啊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操作系统 以及操作系统的作用 一句话来讲呢 操作系统啊 就是一段特殊的软件 操作系统的作用有两个 第一个是直接操作硬件 第二个呢 把操作硬件的代码 封装成一个又一个系统调用 供其他的成员 来通过这些系统调用 间接的操作计算机的硬件 这个就是操作系统的作用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先暂停一下视频